一人蔡慕妍因担任女人 我最大节目班底而提高知名度 她与老公婚后育有一女 不时会也会透过社群平台 分享一家人生活日常 日前她发文透露 某天女友从公园玩耍回来 洗完头后一直抓头表示很痒 蔡慕妍仔细一看才发现 有一点一点白色物体卡在头发上 怎么拍怎么把它都弄不掉 还找到一只正在头发上爬的生物 蔡慕妍询问了皮肤科的医生朋友后 才确定女儿头发上的生物 这是头湿 当下马上去买药 没想到邻近三家药剂所 都没有卖去头湿的药 索性在朋友帮忙下 才在较远的药剂所买到 蔡慕妍第一时间就在家长群通知 并且替女儿请了两天假 她也担心女儿会因此被排挤 所以为孩子做了好多心理建设 对此女儿乐观表示 就算同学不跟她说话也没关系 因为自己有时候也蛮喜欢一个人走的 正面的态度让蔡慕妍感到欣慰